上一次我們就介紹過天津著名的小食店舖 尖餅愛果子 今次我們繼續在連城新天地找食物 今集我們就來介紹來自美國的雪糕品牌 Dairy Queen Dairy Queen 在1940年代在美國開設第一間分店 主要售賣甜品當中最出名的就是雪糕 時至今日 Dairy Queen 在多個國家都有開設分店 包括在中國大陸 現在在深圳暫時只有連城新天地一間店舖 不過他們快將在香脈湖開設另一間分店 先來講講店舖的環境 店舖的滅跡雖然不大 他們放的座位也不多 不過都似乎足以容納到食客 座椅就不太舒服 但是站在餐廳的立場 當然是想希望食客盡快吃完 讓其他人坐 所以都可以理解的 除非你是去一些高檔的餐廳 剛剛好在拍攝期間 他們在做一個推廣活動 購買指定的食品 就可以得到一個小串指輩 Dairy Queen 主要是以雪糕類的食品為主 不過都有茶飲和結飲等等 而且他們還有蛋糕類的甜品可供選擇 這次我們就來試吃奇趣朱古力 暴風雪雪糕 店員會在製作完成之後 在食客面前把雪糕倒轉 如果有一滴流出來 全杯雪糕都會免費 不過個人認為 就不要對這杯雪糕的味道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朱古力的味道真是好淡 味道就好像曲奇餅的cream 差不多 所以會吃到朱古力粒 但是不會太感受到朱古力的味道 不過他們聲稱 雪糕的脂肪含量只有2% 是一般雪糕的6分之1左右 所以如果想吃雪糕 但是又擔心健康問題 都可以來試一試他們的雪糕 好了,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 海越地鐵站附近的寶能ALL CITY商場 介紹其中一間薄餅店 洛海薩 大家可以按右上角彈出來的I字 看看上次介紹的尖餅外果子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subscribe和share我這條channel 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